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科暗戰 今天是9月29日星期三 我們又來看看這個幣圈發生什麼事 在過去24小時內 根據CoinMarketCap的資料顯示 截至截稿之前 BTC現價佈42,416美元 升幅達到1.64% 而ETH現價佈2,924美元 升幅達到0.92% 接著又來跟進一下頭20大二線加密貨幣的市況 最大升幅的二線加密貨幣是UNI 現價佈24.2美元 升幅達到5.65% 而最大跌幅的二線加密貨幣是LUNA 現價佈34.81美元 跌幅達到2.28% 接著又來看看其他重點消息 這一則消息是來自Decrypt 在上星期五 中國人民銀行就發佈了虛擬貨幣炒作風險通知 入面的內容就清楚表示 即使是海外加密貨幣交易所 透過網絡向中國居民提供服務 仍然屬於違法 基於中國的禁令 繼昨天全球第二大以太坊礦池 Sparkpool宣布停止營運之後 在今日位列第四大以太坊礦池 Bpool也都宣布停止在中國的營運 總部位於中國的Bpool 今天宣布將會在10月15日午夜之前關閉 並且表示已經停止了新用戶的註冊 Bpool表示今次的決定 是響應中國最新的監管政策 根據EtherScan的數據顯示 位於中國的這兩個礦池 佔所有ETH開採量的四分之一以上 與此同時 阿里巴巴都發佈了礦機的禁授令 作為大陸科技龍頭的阿里巴巴 亦都向他們的會員發出了這個指引 禁止商家銷售加密貨幣礦機 公告指出加密貨幣礦機禁授令 將會在10月8日起正式申考 到時所有的加密貨幣礦機 類產品都會被網站下架 除了早前提過的交易所 和挖礦業受到影響之外 中國互聯網的防火牆 還封鎖了幾個大型提供加密貨幣數據的網站 其中包括CoinGecko CoinMarketCap和Tradingville CoinGecko的COO就著今次的事件 亦都跟Decrypt解釋過 他們並沒有封鎖任何來自中國的IP 而就著今次的封鎖事件 Decrypt亦都先後聯絡了Tradingville 和CoinMarketCap去求證事件 如果有進一步的更新 我們又更新一下大家 好 下一則消息 這一則消息是來自區塊客的 COTI集團宣布將會發行第一款 在CADAN路上運作的穩定幣DJED 有望可以令到Defi的project 運作得更順暢 而這一款穩定幣將會在CADAN路上發行和運作 將會促進CADAN路的生態體系成長 尤其在CADAN路區塊鏈正式開始支援智能合約之後 加密貨幣市場亦都強烈期待CADAN路在Defi方面的發展潛能 穩定幣是一種加密貨幣 目標是維持相對於有參考指標的穩定價值 最知名的穩定幣有USDT、USDC、DAI等等 而他們的價值就與美元或其他法定貨幣掛鉤 希望今次COTI在CADAN路的村上開發穩定幣 可以令到他們的生態進一步成長 在之前都說過少少有關於CADAN路的黑歷史 最近他們終於多了利好的消息傳出 最少都知道他們是有心和有行動去做好他們的業務先 好 下一則消息 這一則新聞是來自Block Temple的 印度信討阿南德因為多次預言成真 引起全球的關注 他在21日發布的最新影片 《罕有地預言加密貨幣市場的未來》 在影片中指出根據天象顯示 比特幣會在今年11月21日可望漲破新高 但之後就會出現大幅的修正 甚至是泡沫爆破 阿南德在影片中表示 他觀察天象之後判斷 加密貨幣市場短期之內可望上漲 在今年10月11日之前 比特幣和其他加密貨幣的價格 亦有望回穩或呈現漲勢 而10月11日後將會有更大的波動 去到11月21日之後可望出現創新高的價格 因此持有加密貨幣可能會為大家帶來利益 不過阿南德就警告在11月21日之後 加密貨幣市場將會迎來重大的修正 甚至乎是泡沫爆破 並且預告他接下來將會特別針對 加密貨幣這個主題發布影片 而阿南德還認為 加密貨幣是一種新興的金融技術 雖然對世界的未來有很大的希望 但同時亦都存在過度投機的隱憂 而這一種技術將會對未來20年 甚至乎48年帶來巨大的影響 不知道阿南德自己有沒有入場呢? 如果手持加密貨幣的朋友 聽到這一則趣旨又會不會趁機入 想知道這個預言准還是不准 又繼續繼續追蹤我們的頻道 希望我們真的可以一起見證 漲破新高這一刻 好 今天的分享又暫告一段落 記得like share subscribe 和按鐘仔啦 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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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